OK 朋友们 现在骑着自行车到玉园转一转 等会儿给大家拍一下玉园的风貌 今天本来呢是 要到这边来买一个旗杆 然后再买一个国旗 要去买一个台湾的中华民国国旗 原来的时候在城隍庙这边 有一个大哥他专门卖国旗的 全世界各国的都有 先看一下怎么样 带一个国旗的话 以后的话有台湾的朋友来 可以给学生们用 OK 因为我在越南没有看到 没有看到 OK 我看看人还是蛮多的 大家好 这里是中国上海的玉园城隍庙 那这个地方是很多古老的建筑 也有一座非常漂亮的玉园园林 而得名 最主要的还是这里的城隍庙 当然现在三年没有建 大家看一下变化多大 这里已经老房子被拆空了 这里只剩很少一部分 也是即将要被拆毁 OK 我们看看 现在这里沿街原来的老建筑拆完了 几乎不存在 哇 短短三年变化太大了 我看这些都是 比较厉害的关西户 还可以暂时的存在在这里 等建筑见到他们这里的时候 才完全拆毁 不容易 OK 现在带大家去看一下 这个古老的城隍庙 了解一下咱们上海的城隍庙文化建筑 OK 我们看一下 城隍庙也是全国各地 包括全世界各个国家 到上海来 大家都喜欢去看的一个地方 体验老上海的风情文化 那有上海各种特产 大白兔 大白兔奶糖 上海雪花糕 丝绸 OK 我们看一下 上海最有名的还是这个 小笼包 那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这个上海有名的 还有灌汤包 OK 我们看一下 哇 这现在建设的很漂亮 笑场 OK 这里是嘎嘎香小吃 春风得意楼 这名字起的太好听了 找咱们看还有没有什么好小吃 哇 这里左边原来都是老的建筑 现在完全拆毁了 什么都没有了 取而代之的是 这种临时搭建的销售 各种特产的奶茶 还有编织的 总之成了一条特色街 特色文化街 OK 现在带大家进去 到城隍庙里边看一下 哇 变化好大 OK 现在我们到了城隍庙的中央 看一下 哇 上海老城隍庙小吃广场 到处都是改造一新的状况 哇 这里有一只猫 好可爱 好大 宁波汤团店 感觉什么时候到这里都是 永远都是在不停的改造 不停的改造创新 华宝楼卖珠宝的地方 祈福银杏树 上海黎高堂商店 百年老店 OK 我们看一下 这里是城隍庙 神版多 到这里来 神的还是稍微多一些 可能今天是礼拜五 还没到周六周天吧 这个地方应该是最热闹最热的地方 如果连这里都没有很多人 就真的不知道到哪里去找更多的游客 绿波廊 很奢华的地方 据说开上海世博会的时候 各国领导人都是到这里来用餐的 OK 我们看一下 哇 原来这个非常拥挤的广场 也没有那么多人了 原来的话 驴波廊这里好多人 好多人 OK 我们看一下 这里 绿波廊 燕秀楼 绿波廊还是非常有名气的 它是清朝的时候在这里建的 我价钱也蛮贵 OK 我们看这里是九区十八桥 九区十八桥 过去九区十八桥就到玉园的正门了 玉园的正门据说是明代的时候一个官员 在这里修的庄园非常大 走 带大家瞧一下 来了 看我 来了 看我 穿旗袍的人蛮多 这旗袍组织 我看全是旗袍 谢谢 协会的 旗袍协会的 OK 这里还有非常有名的南翔小笼包 南翔馒头店 它其实是小笼包的座 OK 现在我们跟着镜头一起进去看一下 首先因为我们眼帘的是九区十八桥 看在这个旁边的 OK 九区十八桥 上面 上面 在往前呢有一个非常棒的茶楼 古代的时候达官显贵到这里来喝茶的地方 哎 好的好的 为什么 OK 我们看一下 那里有打着茶幌子的 海上第一茶楼 我就看你吃饱的 看 你吃饱的 看 冰湖 哇 终于找到了一点拥挤的感觉 ok 我们现在过去 来咱们走稍微快点他们拍影片 对 所以有保安不让我们做冰冰 ok 我们看看这个是非常有名的湖心亭 海上第一茶楼 也是上海非常有名的喝茶的地方 1855年清朝的时候建设的 一杯茶也非常贴心 28块一味 差不多的话100台币一味 可以哦 原来算可以的 关键这个位置比较好 ok 这里绿波廊也是非常棒的餐厅 可以很好的观赏到这里的湖景 隔壁就是非常有名的玉园 玉园风景还是很棒的朋友们 现在人少非常适合旅行 ok 这是预言收票的地方 原来无论什么时候到预言收票的地方 都很长的队要排 现在的话不用排队了很方便 现在买票的人也少 ok 你看一下哦 预言是1559年 哦 这个应该是明代佳境年间收的 回头抽个时间 带大家再进去看一下 哎 这个位置有机会到上海转的台湾朋友们 一定记得到预言来看一看 好 转一转 ok 我们看一下这个蟹黄灌汤包 蟹黄灌汤包 我们看一下哦 感觉看得很食欲 还有这里 这都是蟹黄包是吗 这是青团 蟹黄包在那边哦 蟹黄包 那我们看一下朋友们 这个是蟹黄灌汤包 非常有名的哦 一道上海小吃 那这个是皮胎 如果大家要吃的话 才给大家开始煮 开始蒸 好了 我们接着往前再看看 这又是一条非常有特色的小象 ok 我们看看朋友们这里有什么活动 聚集了好多人 青色的 青色的 老庙黄金银楼 可能做促销的哦 ok 我们看一下这里是非常有特色的各种经验品 这是苏州三万 苏州三万苏茶叶 菜金鑫 哦 彩之斋 非常有名的各色江南小吃哦 哦 拍摄的人还蛮多 哦 这是有领导来视察 我说 怎么这么多人呢 看一下 这就是大陆的这个官方视察啊 活动 专门摄像拍摄的 感觉还相对来讲比较清明哦 感觉还相对来讲比较清明哦 ok 我们看一下 手工八大是一楼 ok 现在预员出来了 ok 现在预员出来了 好吧 我们准备 准备回去做别的活动了 好了 朋友们 今天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哈喽 大家好 我是Steven 今天中午的时候呢 我有去城隍庙 给大家拍了一下这个 城隍庙的风景 那还有现在的情况 其实我今天主要呢 是过去买一下旗杆哦 因为啊 上天会有几个活动啊 他们需要打旗的 然后 我过去买旗杆的时候 看到有各种各样的国家的国旗 那我就问 那我就问那个大叔 有没有 台湾的国旗 他说 有啊 但是前段时间不让卖 刚开放 这段时间刚允许 我说啊真的啊 太好了 他说前段时间呢 对啊 就是前段时间的话 哎 那 哎 两岸还没有协商好啊 所以呢 管制的比较紧 哎 现在好了 既然可以 卖这个 哦 台湾的国旗了 啊 国民党的这个 还有党旗都有 那这个是 在上海御园的城隍庙 以前我有 只看到这个 马来西亚的 美国的印度 各国家国旗都很多 那台湾的我还没有看到 然后今天我问他 哎 我说你 这里有些的可以卖咯 他过来的时候只给我拿了这个 刚过来着急嘛 给我今天主要是买旗杆的 然后他中午的时候说 回去吃饭了 然后我给他打电话呢 有专门给我送过来的 拿了两个旗 旗杆子 那我说哎 国旗的话 你给我留一个 然后改天我再过来取一下 他可以则 这一根旗杆呢 是十块的 原来十五 现在有降价了 可能疫情影响太严重了 他的积压的货也太多 国旗的话 是二十块一个哦 原来 不知道现在什么价格了 好了 朋友们 总归是听到这样的消息是好消息啊 因为呢 据说 好像我今天早晨看到的新闻 说两岸的相关部门已经协商好了 马上可以开放 团体旅行了 他是指的开放了台湾的团体到大陆来旅行 但是具体的大陆的民众呢 什么时候能到台湾去旅行呢 目前来讲他还没有给一个详细的通知 通报 那我今天看到的是这样的资讯 好了 朋友们 我现在准备一下 准备去工作了 拜拜 朋友们 祝大家在台湾 生活 工作 优满